离难者的家属可以在检验工作完毕后进行认识 有很多离难者的家属 包括来自马来西亚半岛的离难者家属 目前留在该医院等待认识 马航宣布 随着昨天一架福克50型客机坠落后 斯巴州的所有福克班机服务也都取消 一名马航主员说 马航现在采取波音737型和400型飞机载客 不过除萨巴外 国内其他地区还继续采用福克50型客机 他又说 今天所有飞行到达瓦的班机还是告白 因为许多达瓦昨天受困 昨天发生的空难中有34个人下生 斯巴州达瓦的 马航福克50型飞机撞毁事件 造成62个家庭无家可归 有45间房屋在这场空难中被殃及而烧毁 他往福利官 斯瑞阿善说 其中41间房屋由54个米勒西亚人家庭所居住 包括241名成人和127名儿童 其余的4间房屋由另外8个家庭居住 他们的国籍不祥 其中包括32名成人和20名儿童 Sari Arshan是在空难现场向记者讲话 估计米勒西亚人家家庭所蒙受的财务损失达到了863,223 ringg 其他家庭所蒙受的损失则达到了119,300多 ringg